欢迎回到第五十二法庭 高雄有位老先生临终的时候交代房子要给儿女 却被陆沛拿硬件还有报废的身份证去过户 过程中被老先生儿女发现提告 人们以为法官可以帮子女们维护权益 哪知道官司打完了 陆沛不但没有还房产还变卖掉 竟然只判缓刑这等于是没有判 老先生子女说是遇到恐龙法官吗 七楼对七楼最楼顶上那以后 对已经变成新屋主 原本的屋主是李先生八十岁的老爸 位于高雄凤山这栋国宅七楼 但他仍才一撒手 竟离十八年的陆沛把房产占为己有 子女跳出来控诉说 他们的后妈一边向法官洋装和解 一边乾坤大挪移 结果官司打完了 房子连同遗产通通被过户走 我妈很不服气 我们真的没有想到 经常社会上新闻电视媒体在说 恐龙法官恐龙法官 我真的觉得我就遇到了 李先生说后妈徐阿姨在北京有房产 是大陆国营事业退休人员领有退休凤 在台湾却能申请法律辅助免费律师 他说老父亲临终前交代说房子要过户给子女 有录音为证 身份证还放在他这儿 后妈竟然还能把价值三百万的房产过户掉 而且已经变卖 在失智前有办一张身份证都在我们手上 那徐阿姨他就是拿以前可能是作废的 不知道什么的身份证去办理 也都过得了关 对 通通都过关 在我们老百姓看来 一个房子被你用伪造文书 让公务人员假的灯载灯载不实 我们认为是很严重的事情 高雄地界属一伪造文书 使公务员灯载不实 对这位徐阿姨起诉求刑 高雄地院以徐女士法律观念淡薄 时刻否认犯刑 所生为害不侵判刑一年 但到了二审却变成 收入不多 面再出犯 恶性未深 良心未泯灭 改判缓刑三年 李先生不服上诉三审 却被驳回定业 实际到徐阿姨工作的 生鲜超市了解 再卖寿司 一审开庭时 被告徐阿姨矢口否认犯刑 但到了二审 只传唤她只开了一次庭 她声称愿意拿五十万和解 法官竟然相信就做出缓刑三年的判决 因为被害人损害已经高达三百多万 可是被告却只有拿出五十万的部分 希望来达成和解 我想这个金额上面 对于被害人的角度来讲 是一个显不相当的情况 考量到和解不成立 然后今天会对于被害人的家属 造成将来追偿 求偿的一个困难的部分 其实这个部分应该列为一个 是否给她还行的一个很重要的考虑 不过高雄高等法院这么回忆 属于都在外边 都是由大陆配合来照顾 照顾了还蛮多年的 跟一般的为了财产来结婚 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绝对不是恐龙法官 法官非常认真的在审判这个案件 而且也不是三位都是女性法官 说病法官的话就是男性法官嘛 而且非常有审判的经验 我们现在已经无家可归了 我们是在屏东工作 那小孩我 我们的户籍都在这里 我们在屏东也是租房子住 等于就没有房子可以住了 法官的同情心用得太片面了 是啊 总是同情犯罪的人 犯法取得了房产变卖 还能逍遥法外 李先生说 司法在这个案子上 没有给他公平正义